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在我们台湾南方的这边海面上呢 这边变成一个大的低压区 目前在菲律宾的西方海面的南海这里 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发展起来了 那另外呢 在菲律宾东边这边呢 一个大的低压带在未来几天的话 这里面当中也会有低压可能会出现 那我们就来看看未来会怎么走向 先来看到现在这个热低压了 在我们太平岛附近的热低压 未来的走向来说将会朝着一个 比较偏北北西在转西北的方向移动 到礼拜天到下周一的时候 就已经接近到广东了 所以转移气象我已经告诉大家 这个系统就会往广东方向 也就从香港到海南岛之间 这一段陆地会进入 那所以呢 它也会发展成台风 但对我们来说没有直接影响 另外我们来看什么呢 就来看到我们台湾东南方的海面 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 地面图上可以看到大的低压带当中 这里会有低压发展 未来呢 到了礼拜六 礼拜五到礼拜六的时候 这边就有热带扰动可能会出现 但因为太平洋高压偏弱的关系 所以它会朝琉球群岛方向移动 到了礼拜天到礼拜一的时候 就已经进到东海的位置了 所以呢 这边的系统目前来看 因为高压势力的减弱 对我们来说也没有直接影响 但渐渐呢 南边的水汽到礼拜五 开始往北台升 会使得南高坪包含了花莲台东 有局部性的短暂震雨出现 但中部以北呢 可就是天气晴朗只有午后震雨哦 所以天气形态来说 两个系统虽然有 但并不表示两个都会来台湾 注意它未来的整个动向 先来看一下 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温度还算舒适 白天的高温就是闷热 北部地区天气晴朗 中部地区山区会有 午后的震雨出现 南部地区的话呢 高温要降了 因为云层略多 东半部地区云层量略微增多 早晚有局部的降雨 外岛地区倒是属于 早晚温度比较舒适 提醒您下午天气热 记得多喝水